Ctrl C 然后呢我是把这个公式贴上 那大概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就是改哪个呢 那如果你不确定要改什么 你可以 把已经做完的再去check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 这个地方A2 所以这个已经有做了 Ctrl C 这个要改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边C2应该要改 然后 C2 Luca 后面这个2不要改 因为他是哪一栏 但是还有个地方啊如果你做完之后 我看一下好像刚刚做完之后 然后你把它执行一下好像会发生错误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错在哪边呢 其他都做完了 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资料 不符的问题 资料哪里不符呢 啊 这个 双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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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原来有双引号的 记得要补一个 好 那这样跑 这样跑 好 这个 这个不应该加 我把它加了 OK 这个原来好像 I 这个本来 所以记得啦 就是你在加I之前 记得要先check一下 是不是那个 有没有双引号要加 OK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哎 为什么全部都变成 找不到呢 那我刚刚有试一下 我发现 点击下去 看一下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 这个 简的符号 其实你这样看好像看不出来 我把它直接放大 直接 输出之后看一下 不晓哥有没有看 看出他的错误 为什么 看出来吗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看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的 有的人一看就是看出来 有东西 原因是 这边有没有 感觉怪怪的 其实他好像贴上会自动帮你加 空白 那后来 我就直接游标放进去 确定一下有没有空白 你就 往前一下 有没有 这边呢 实际上有空白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删掉空白 删掉空白 如果你没有删掉空白 答案不会出来 像刚刚 你看到吗 有没有 他因为你给他查这个 跟 没有空白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 怎么样 会帮你查出来 OK 记得 这个地方 可能会出错 应该在这里 那怎么改 很简单 回到VBA 记得 这个地方最容易出错 请你把 这边 的空白 delete 掉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贴在云端的关系 还怎么样 这个你可能等一下试试看好了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过 应该就OK的 好 各位有发现 没问题了 所以最后做出来 再加自己再加按钮 清除 BIOLIS OK 应该没问题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提供一个新的book ID给他 你就可以直接 按一下 book list 自动全部 然后如果你要合并列印的话 再直接 在Word里面 直接就把那个打开 然后合并列印进去 甚至你在Word里面也可以做Word VBA Word本身也有VBA 所以如果你要 Word里面再加一个VBA 按下去自动帮你全部印出去 账单全部就列印出来的话 那这样不是更方便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 总共就是 会有四段程式